连年章头,我是文杰 是有高照,我是红耀 回来我们的这个中华全新闻 我们先谈一下第一则新闻 有关于在新加坡的 就是有一名妇产科的医生 没有充分的就是评估是否有必要 就是要建议这个病人动手术去 去除他的体内这个肿块 扇子呢就是一 并的就是切除他左边的这个卵巢 然后这个 行医的这个执照呢 就是会被吊小八个月的 然后也会被罚款就是一碗新闻 因为不服上诉的这个判决呢 而提出了上诉的 结果呢在星期三的时候呢 就是遭驳回 所以呢他会维持现在的这个原判 但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 是那这个女病人呢 其实是一个30岁的财务经理 他就说啊 自己完全不知道手术是要切除卵巢的 并在隔年 他是切除了之后啊 他在隔年跟另一名医生求诊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左边的卵巢已经被割除 那结果是呢 他想要生育 可是他的受孕的机会其实是减半的 因为他割除了嘛 所以呢他才向这个新加坡医药理事就投诉这个医生的 嗯 所以好像进行这类似的一个事情哦 很多时候就是进手术前嘛 不是会有钱一些合友 或者是之类的一个建议书嘛 就是诶 同意书吧 可能诶 我会切你 但是如果是擅自的 就是把一些地方切除 到底也没有通知 这一个 呃 当事人的话 的确难免是 呃 是不对的 但很多时候 医生呢 要负起这样的一个 类似一个责任哦 对 现在的这个医药的这个诉讼案哦 你一定 怎么样都好 医生一定要把 病人的这个自主权哦 放为最高 嗯 无论是你觉得 这个信息 比如讲可能 做这个手术是对他很大好处的 嗯 你都要给病人去选择 否则的话 你就是肯定 会不会提高 嗯 对呀对呀 所以呢 难免呢 就是 呃 这种没样子的事情 无论是不是在 这一个医生方面 我觉得这种没样子的事情 都好 都要先通知人吧 至少是先尊重别人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东西 是 包括我们这个 而且这个是体内的东西 所以更加是 要先通知人家吧 那我们先谈 另外我们再谈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也是在 呃 新加坡的 呃 有两列 就是这个地铁列车呢 就是在 呃 前天的时候 其实是在这个 这个狱群站 发生了这个碰撞的意外 然后有关于这个事情 呢 新加坡的这个 这个鹿鹿交通局呢 就是经过这个 初步的调查 呃 显示呢 就是第一列车的 在开瓦这个狱群 呃 站的途中呢 呃 经过了 奎到上了一个 故障的信号电路 导致这个列车防软 呃 这个功能呢 无意间被解除了 导致呢 就是第二个列车呢 就是错误的判断 所以呢 两个列车之间的距离 就是发生了一个 碰撞的一个事情 是 那这个公司的代表 就是说这是该公司 在全球首次遇到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哦 所以他们将会 呃 很紧密去调查 到底是 呃 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事情 嗯 这样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新加坡24年 四年以来第二次的发生地铁碰撞的事件 那第一次呢 是发生在1993年 也是在东西线上的 那当时候是有150多人伤 那这一次呢 呃 其实是呃 造成了27名 乘客已经两名的这个职员受伤 对 所幸呢 就是没有什么大碍 就是可能只是碰撞一下 然后在车 呃 这个列车上 列车里面的这些人 就是可能是跌倒了 之类的吧 因为难免的就是 如果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很多时候就是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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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就是电脑系统上有故障 还是怎么样 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而且新加坡常常就会听到 我朋友说就是 呃 这个新加坡地铁又 又delay了 等等的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事情 所以呢 可能在当 在新加坡这方面呢 可能要很小心 很小心就是 尤其是在坐地铁啦 呃 谈一下 中国 呃 这方面吧 呃 中国气象卫星 就是这个数量呢 就是冠全球 哦 因为中国的第二代 这个 呃 击溃气象卫星呢 就是第四颗卫星 哦 就是风云山 还有第一星 在星期三 凌晨呢 就是峡西省的 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成空发射了 加上就是 成空发射的 就是第 呃 就是五颗的这个 卫象 卫星 呃 气象卫星 不是卫星 然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在这个 我们甚至马来西亚可能会大到这个风险 对 它有很多这些新闻 那也有人分析 呃 马来西亚中的几率会比较少 0.09% 我没有记错 对 也太多可能性 因为几乎就是 这中间的国家都可能会重吧 但是 不要紧 我觉得这个事情 呃 能避免就当然是最好了 因为毕竟我从天空掉下来 就是好像恐怖 就是好像这个科幻片一样 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风云三号地星吧 它的设计呢 说呢 是为五年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新装载呢 是十台的叫做 这个十台 摇杆仪器 其中呢 作为就是 风云三号的系列 卫星核心仪器之一 那呃 就是中分辨率光谱成 以升级改进后呢 可以媲美就是 呃 这个美国最新发射的 这个联合机 轨气象 卫星的这个成像仪器 哦 每天呢 就是可以无缝隙的 就是呃 获取全球250公尺 分辨率真彩色的这个图像 成为了国际上最先进的 就是 宽富成像 呃 这个摇杆器之一 是 那其实这个 呃 风云三号低星哦 它是携带着 红外高光谱 大气垂直探测 咦 这是国际上的 目前最先进的探测技术 嗯 那中国气象局又表示 目前中国成功发射 15颗气象卫星 目前载轨的有8颗 其中7颗投入业务的运作 那 随着这个 风云三号低星 发射成功哦 中国也成为世界上 轨气象卫星数量最多 总会最安全的 呃 这个国家 所以啊 所以啊 具有完 不完全的这个统计哦 目前的接收和应用的这个 风云系列的这一个 呃 呃 卫星的资料呢 的国家和这个地区呢 是达到77个的 也覆盖了就是 一带一路周边的37个国家 所以呢 有这个方面的事情 是不是以后 中国什么都要拿第一呢 呵呵 应该是吧 因为现在也 也跟着一个 中国两大经济体 就是美国和中国 这两大经济体 虽然说现在是 中国是第一嘛 还是美国是第一之类的 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方面 真的是越来越强大 是不是是否就是 呃 呃 之后就是会进入了 不同的一个世界呢 或是一个时代呢 然后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年马云呢 就是 哎 也会掉下来 为什么呢 在首富榜当中啊 就是这个 呃 富富富富斯发布了 2017年 中国富豪榜 马云竟然掉去第三 那第一名是谁呢 那第一名其实是 恒大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徐家印 他的财富值呢 就从去年的656亿 6千元 猛增至2813亿5000元 从600多亿 变成2000多亿 哇 问您首富 然后就利亚 马化腾跟马云 还有黄建林 成为新一届的 这个中国首富 哇 我太夸张了 这个一年之内 是 是一年之内 可以增几倍的 这里是六三十八 六四倍的 这个数目 其实我可以看到 就是 其实我们先说第二名吧 位居就是榜那第二名 就是腾讯东斯 这个主席 就是马化腾 他的这个财富 也是猛增将近 五十七八千 到了就是两千五百八十一亿 哇 这个电商巨头 阿里巴巴 就集团 就是马云 就是位居第三 他的这个财富呢 是超过 就是三分之一 就是大约有 两千五百 两千五百五十五亿 三千万元 哇 非常夸张 如果这些人 可以分布到给全世界 我如果 我只是单单 说这三位好不好 应该是占了全世界 一半的这个财富吧 应该吧 的确吧 所以呢 在这个前大富豪中呢 就是前十大的富豪中呢 毕贵源的董事 就是主席 就是杨慧 也是以 一千三百七十亿的 这个身家排名 在第六的 也是唯一的女性 所以我可以看得出 都是 这个实名也是 就是在中国 这个中国里面的这个富豪啊 连这个吉利控股也是 也排在第十名 吉利最近不是收购了 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 普通 普通嘛 他也是在这个十名之内 哇 非常的厉害 只是刚刚看这个数据 是非常厉害的 刚好这个碧桂源 也是在我们马来西亚 做这个 也是有投资一些计划嘛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都有 跟大马这方面呢 马来西亚这方面呢 有一些合作联系的 我们谈下另外的新闻 就是有关于在 双十亿的事情吧 因为早前呢 就是双十亿的事情 就是突破了最新的纪录 就是一千六百八十多亿的 这个纪录了 相比去年呢 是一千两百多亿的 达达就是高了整四百多亿 也是创了一个高峰 同时候呢 全球的这个 购物狂慌的交易街呢 因为经过了这个狂慌之后 也就是快递的最高峰期 令人惊讶的就是 没有自主经济能力的 这些学生群呢 也成为了这些网购的主力军 因为各大校呢 这个也称了这个快 就是收快递的主战场啊 源源不断的把这些物流 让快递点的这些快递保藏 是 结果就是 所有人都是住宿舍 然后就叫快递 就放在宿舍那边 那其实这个校园外 其实也算是 我觉得也算是贴心啦 就是有安排这个快递的接收点 然后学生就 这根据短讯到这个领取点 就领取快递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就是所有的学生 我看人手都有 都有去买 然后基本上数量很多很多 如果看 看现场的状况的话 其实是人山人海的那种 这个看起来就是等着排队 就是拿他们的这个物品吧 那也太夸张了吧 如果看另外一张照片的话 这个 这些所有的债利品 对在一起 真的是好像垃圾堆一些 一样了 对不对 是不是 超夸张的就是 每个人 真的那么多东西要买吗 在中国这方面 就是真的太便宜了吗 的确我们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他们第一天的 就是第一个下单的人 然后第一个收到货的人 你懂他们仅仅拿了多少时间吗 就是通过 通过了就是点单 然后去得到他的货品 第一单 仅仅只是用了12分钟而已 太快了 就是 我这边订12分钟之后 我就拿到我的货了 超快的 是在当地是 所以可能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还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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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说